日常生活的物资绝不紧缺 这一点无论从菜和肉等等很多方面 包括价格是否可以得到很好的保障 让老百姓在这方面不至于焦虑 这个应该说在国务院的统筹安排下 在兄弟省市的支援下 那我们的基本的生活物资保障应该是充足的 比如米 面 粮 油 蛋 奶 那么应该如果说还有所紧张的话 就是我们的蔬菜 特别是绿叶菜的紧张 那么我们也在想方设法加快周转 加快进货 那么当然这方面呢 让我们的老百姓 虽然我们采取了外房输出 内房扩散的一些交通管控的措施 但是呢 不至于影响到我们市民基本的生活